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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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讓我們繼續 我說這個2016年我曾經這個生了腦病 然後不過已經都差不多好了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傳染的可能 那你們不曉得有沒有聽過這個病症? BBM症候群? 有沒有聽過? 可能沒有 那什麼是BBM症候群呢? 如果你要知道它 你就必須看看知不知道這個影像 剛剛可能有一點小小的破口 各位看過這個影像嗎? 你們這一代看過了舉手 這部電影事實上我也看過了舉手 這部電影應該是相當有名的電影吧 請問一下在座各位看到這個影像 我會覺得不舒服的舉手 就OK的舉手 哇 這個果然多元成家的這個議題 或者多元成家的法案 是時候了 這樣的感覺 這個在剛出來的時候 是2006年 這部電影剛出來的時候 當時喔 這個 在這個大學課堂上 很多同學會表達對這個影像 並不能接受這種看法 可是這個 幾年過去 大家這個其實已經對這個非常尊重了 那什麼叫BBM症候群 就是B 它是Broadback Mountain 所以BBM症候群 也就是說呢 這個當時受這個影像的吸引 社群然後討論裡面的每一個眼神 然後討論裡面的每一句話 討論裡面的每一個姿勢 還有討論它的這個原來的故事的文本 那當時我就是這裡面其中一個人 所以我是得了BBM症候群 然後這個 甚至這個去看過很多次 然後每次看過呢 會有一些不同的這種想法 回去看可能覺得還好 在當時的確是發生一些討論 然後大概對這樣的影像 大概喜歡的人覺得它是心靈救贖 是時候終於 有些人可能現在還是所在多有 會認為這是赤魅王妖 就是說明了這個視覺影像這種特質 也就是說這個 習者呢 視為真的是一個自己無上的一個認同的來源 對於物者呢 他可能會產生相當大不一樣的影響 那這邊有很多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教材我們跳過不提 但是呢這個有人要講一下 這個人是誰知道嘛對不對 美國小總統布希 那你們覺得他對這個影響他能接受嗎 我覺得喔 對這個段費山呢 我覺得他大概有五類觀者 然後我覺得 一是非常痛恨 認為這樣的一個影像產製者 或者這樣影像的這個製造者 或是他本身就這種族群人應該 在下定語 那這個呢是認為心靈救贖者 那我自己不是這一塊 我自己當然我覺得 我是在這個地方 那他呢 我覺得他骨子裡是這樣 可是因為他的這個 政治的一個這個執行 他說自己在這邊 所以當時當他這個被詐人提問的時候 他就露出很多怪異的表情 同樣有興趣自己就上網去照看 我覺得這種視覺的這種影響 然後到底你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或某一個事件的時候 你最深層的想法 那時候第一時間投入出來的 是非常的精準 那他的這個當時呢 他就露出這些噁心 不能接受這些這樣的表情 那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這個段費山呢 有一些地方是不能放映的 像對岸就不能放映 那就說明了這個不同的這個文化圈 所以對於觀看的自由 其實是有些各自的限制 那不給看的原因 當然有他們的理由 那在台灣 我們的確有相當程度的觀看自由 OK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大概就說明了 同樣的影像 然後對於不同觀者 會有些不同的這種影響 可是呢 這畢竟是一個電影文本 如果說到追到真實的世界 其實是有一些這個事件 到現在也這個常常會發生 尤其在這個網路霸凌 這個位為現在的某一種 學校霸凌的形式之後 像這1998年呢 在這個美國的這個 同志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運動發展史上 有一個法修先生 大學生 曾經被這個 和同志者呢 這個誘捕 然後虐殺 然後這個過程 這個就是他當時 就被綁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 大概1998年 將近有這個 好幾年前 有這十來年前 可是這樣的例子 而且他的這個 他的圖像還被放在 漢同志者的網站 然後天天讓他 被這個 惡火去焚燒 然後 有沒有覺得他其實跟這個人很像 瘦版 有點小像 那這樣事件還不少耶 2010年喔 就剛過去沒多久 這個 美國有位大學生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這個事件 然後這個 因為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來呢 就請他的這個 室友先離開 然後居然被他的室友呢 在網路上偷拍 而且實況轉播 然後導致他發現之後呢 非常的失望 憤怒 然後絕望 然後這是內對他的這個室友 然後他留下 在網路上 在他的Facebook上 留下這個非常絕望的言論 因為他 有人說那你就去告他啊 他們這樣子違反你的這個自由 他不想 因為他覺得最後結果 沒有什麼結果 所以後來開車到大河旁邊 然後就從橋上一躍而下 就這樣子喔 這個 這個上社 剛上大學的這個 這個很優異的這個年輕的生命 然後引發了一陣 對校園霸凌 同志事件的這種影響 所以剛剛我們說喔 這個斷背傷害裡面 這個其實你接受 代表你的某種迷因 然後剛剛 剛剛的這個世界裡面呢 只是在社會 現實面裡面 這種迷因 引發出來的事件 那這些迷因呢 包含還有對於不同的族群 像2010年喔 這個德國週刊曝光 然後發現這個 這個 西方的軍隊 對於十來歲的這個回教少年 然後他的屍 先加以虐殺 然後再加上他的屍體 加以做出各種形象擺佈 那這些人呢 他們其實也就在自己的家鄉裡面 是再正常不過的老百姓 或者在美國 也有這個軍隊裡面的 不同膚色的這個華裔的軍 軍軍這個士兵 然後在他的這個服役的時候死亡 這些對於族裔的 不同族群的 然後因為這個文化的這個認識不同 而產生了這一些迷因 就是你痛恨某一個對象 但是你不知道 說出來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是因為他的膚色嗎 仔細想想 又好像不盡然 那這個是在去年還是前年 前年了嗎 這個日本的這個大海校的事件 然後在這個大海校世界裡面呢 也產生了一個當代的一個民音的來源 這是一位白人少女 這個阿莉小姐 是好像是這個 美國哪一個知名大學啊 UCLA 然後在這個大學 然後他就 那時候證實其中考的時間 然後他就很受不了 他說哎呀這個常常看到很多人 很多的華裔 他看不出來 他說他們常因為 這突然接到電話 然後就發出很多喧鬧的聲音 然後他就在網路上 這個表達他的不滿的這種言論 然後一時之間在YouTube上 引發很多的 喧騰的 然後這個駁斥他的這個 一些這個 一些這個 一些這個引帶啦 或等等啦 那其中一步伐 有一些讓人這看了以後 大大叫好的 所以假設各位同學有興趣的話 你到這個網路上打上UCLA Girl就會撐到一大串 這邊表哥不提 一頁一頁又一頁 那我覺得這些就是 以這樣子的一種基因 這種文化迷因 在網路上彼此互相近足 然後看看哪一邊的迷因 因為贊成這個白癡人阿力的也大有人在 然後看看哪一種迷因 會成為在當代相關世界的一個主流迷因 然後這邊有非常多的 然後再往下去看這個部分 大概說到這邊呢 大家同學就大概理解視覺文化 它大概談的就是 到底這個視覺影像 對於觀者可以產生哪一些 詮釋的多元的可能 所以當斷背山之後呢 這個山就會說 其實我很無辜 斷背山從此之後 之後似乎成為一種象徵 那這也說明了這個斷背山 就變成迷因的一種宿主 然後它本無辜 但是迷因卻讓它 成為一種被詮釋或者被指涉的一個對象 那在這幾年臺灣 包含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什麼 對不對 然後像這一些的等等 或者是他也要來湊個熱鬧 各位知道嗎 這個通識客沒有選到 也要讓他出來呼喊一陣 那這些都是這個 或這些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這些都是迷因在用不同的方式 繁衍增生 然後讓這個宿主呢 透過一個方式表達他的想法 所以呢 以上呢 你就知道這些多少的影像 然後這些影像呢 每天呢 你就每天看到很多 因為在當代呢 我們每天就是看到這些影像 然後被這些影像呢 這個籠罩 如果說知道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有些共鳴 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可能在起立默化中 還是不免會受到相當的影響 換句話說 在當代 這個我看不我在 因為任何知識的擷取 任何訊息的擷取 很大部分要靠視覺機制 對於一般視覺機制 正常的個體來說 OK 所以當代 就是我看不我在 然後當我們有共同的經驗的時候 我們呢 就透過這些視覺經驗 同在一起 剛剛這些經驗 我們可能在網路上 曾經看到過 然後某一些經驗呢 會使你跟另外一個文化圈的人 都在這個影像紅樓裡面 達到莫大的共鳴 OK 所以視覺文化呢 大概另外呢 如果要再 像它加以進一步詮釋 它所談的就是 眼見不一定為真 所有的眼見都是一種詮釋 然後因為詮釋的這個角度不同 使你眼睛所見呢 會產生很大的不同的這個特質 所以視覺跟視覺性 大概是我們的視覺機制 可以產生的不同的一個效應 視覺是說 我看到這兩個字 我們的文化圈 對這兩個字有功能解讀 視覺性是 因為我們個人的觀者心態不同 所以導致我們對於同樣的一個影像 會有不同的解讀的方式 但我們在上一節課 取出了很多的例子 那其實這個在我們以前 我們的這個文化圈的以前 也有類似的這種說法 譬如說 美不自美 因人而章 譬如說我們說 這個美女哪裡存在 沒有人去看的時候 這個美女不會為美 或者恐怖是什麼 恐怖是在你的心中 你不說 你不覺得它恐怖 你不覺得它為醜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它對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在談視覺文化的時候 其實它談的也就是 視覺跟視覺性之間的關係 那大概跟同學稍微區分一下 我們如果把它二分的話 大概視覺就是生理的過程 視覺性大概就是心理的過程 所以視覺性它是文化進入之後 導致這個視覺產生了文化的一些詮釋 就好像一棵樹它就是一棵樹自然 但如果說我們說 這棵樹看起來秀氣 秀麗 雄壯 或這棵樹看起來滄桑 那麼你就加入了文化的解釋 那視覺文化談就是 當視覺跟文化的脈絡連結 而被加以詮釋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所談的視覺文化的樣貌 所以前者是眼睛的機制 後者經過個體的 宿主的文化精英的宿主的解讀而存在 那這個大概就是視覺跟視覺性 那同時也要跟各位同學 然後舉一個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一種比喻的方式 那這個比喻的方式它是談的是 它說到底我們怎麼樣來看 我們這個過往或是藝術世界 或是各種觀念的延展 他說如果說我們把這個生物的發展 然後濃縮為一個月 那麼一個月算是三十天 那麼一天大概有八百萬年 那這個月的最後一天 下午才有類人物生物的出現 然後藝術的歷史是發生在這個月的最後十分鐘 那西方藝術的歷史也不過最後的三十秒 那二十世紀百花燦放的當代藝術 也不過最後的一秒 一秒就是啪一下就沒了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漫漫長河裡面 你我根本排不進時間的單位裡面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談藝術的發展 這些歷史是非常短的 五百年前的人對於藝術的界定 跟我們也有大不相同的界定的看法 那我們跟未來的人的看藝術是怎麼樣 那將來還不知道會怎麼變 可是你會知道有一個不會變的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大致上觀看這回事持續進行 然後透過觀看會吸取某一些想法 然後透過觀看的傳聞去傳達某一些想法 這一件事大概不會改變 OK 而這裡頭 民音它就是透過觀看的機制 然後不斷的往前傳承下去 因為視覺它向來就是為了人類的生存而存在 對不對 但是呢 人類呢行有餘力的時候就會開始找樂子 一旦人類開始要透過視覺找樂子 文化基因 民音呢 就大有它翻轉的一個這個本錢 譬如說舉這個例子 這個可能各位感受不太深刻 可是如果看到這兩個人 你就會知道他們可能對剛剛那個事件有些不同的解讀 但這個人各位知道嘛對不對 然後各位覺得會看到什麼東西 知道這個事件嗎 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就覺得這個記者真的夠狠 而且還因為這樣得獎 但是你也忍不住去想 為什麼對於這個個體來說 當它的外貌被用不同的方式去觀看的時候 對它來說 是一件這麼讓人覺得痛苦的事情 也就是視覺這個玩意兒它真的是很模仁 真模仁 但是我們都在這裡面找到某一些樂子對不對 雖然你覺得那個樂子可能不太人道 同時呢 視覺的人會找一些不但找樂子還會找麻煩 什麼樣的麻煩呢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些動新聞剛出來的時候 哇 很多的這個兒福團體的抗議 覺得動新聞太糟糕了 這個明明沒有的事情 它把它做成動畫 然後做成動畫之後 更引發人對這個事情的想像 OK 剛開始還這個遭重罰 後來OK 已經習慣了 然後所以覺得它已經 這個 到底是知樂還是知樂已經不太知道 基本上要看看的人是誰 那種感覺喔 就好像這樣子 然後問各位說 等一下看一個很噁心的影帶 你們要不要看 大家都會說 好噁心好可怕 我要看我要看 就像這小孩一樣 好酸好酸好酸 我要吃我要吃 為什麼 因為觀看的樂趣大無窮 OK 就是我們就像那個小孩一樣 我們的視覺的渴望 就像剛剛那個小朋友一樣 我們再來看看呢 為什麼說當代要談視覺文化 我們知道這不做 各位可能會知道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圖像 這是真真實實 這個二十世紀初 然後在高雄 街頭的這個影像 然後剛剛這個文本 這個安格爾先生 我覺得他應該很開心 在經過幾個世紀之後 他這個文本 居然透過數位化的科技的製作方式 然後就被加上這個文本 那我一直在想說 我一定要想去問問看 這個製作這幅影像的人說 到底為什麼你覺得這張 會跟這幾個字文案 能夠有一些連結 那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不知道他是誰 可是你知道 到底哪種視覺經驗 比較撞擊你的意識型態 所以視覺文化的影響力大 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 跑來跑去什麼樣的基因 或者我們看到這些例子 看到這些例子 但是跟這樣的一個比較起來 到底哪種視覺經驗 比較能夠衝擊我們的意識型態 了解嗎 然後透過這些 這些零零總總的無數的視覺經驗 有些你是知道的 有些你不知道 可是我們的意識型態就被撞擊 有時候這個 迷音影響你的時候你知道 有時候這個迷音影響你的時候你不知道 有時候你在傳遞某些迷音的時候 你知道 但是有時候你其實完全不知道 你在做這個迷音的傳遞者 所以這影像力量 觀看的力量 就好像眼睛就好像一把小手一樣 它其實是絕取你的對象 而觀看呢 在當代實在是太有趣了 因為它可以達到很多功能 娛樂、新聞、政治、教化、教授、教所 無一意不予 這就是觀看 達到所有的絕爽的可能 最高度的這種絕爽 那當代感官 很多的感官的娛樂 也可以透過視覺的這種機制 或視覺的輔具達到 然後這個 這個在數位環境裡面 各位可能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報導 透過視覺的一些刺激 在連結上一點點的線路 然後刺激你的某一些部分 會讓你覺得得到了感官之樂 那就算你不做這個事情好了 我們還是在這個文化圈裡面 會看到很多這樣的狀況 這是2019年的淡水的街頭 然後這個是外拍的 那各位覺得他們到底在拍什麼 他們在拍的是他們腦袋裡面的迷音 他絕對拍 搞不好這裡面沒有底片 誰知道 各位覺得呢 各位覺得呢 我覺得視覺不知道 真的有沒有讓他們的藝術性提高 但是我覺得視覺的確 讓他們真的很有樂 就是視覺觀看的 迷人的地方 那各位成長過程裡面 風之谷你們玩過嗎 應該有嘛 風之谷曾經一度 這個 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的小孩在玩風之谷 年紀跟各位差不多 他在玩風之谷呢 玩著玩著 這個看到他這個裡面 在風之谷裡面 達到很多的人類社會行為的實踐 譬如說要娶老婆啦 要養寵物啦 然後要準備嫁妝啦 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有一天突然不玩了 為什麼 一夕之間 寶物全部被盜 然後只剩一件內褲穿在身上 各位有那個印象嗎 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網路上 很多的訴求啊 抗議啊等等 那我覺得小孩子 看到他灰敗的臉色 我覺得很開心 他在網路世界被這樣欺騙 都比這樣成長以後 銀行的存款被騙過 好得多 所以我覺得還真不錯 然後這是他當時結婚的一些 看到這些收集的場面 所以你看他還協助你社會化 其不美哉 對不對 還有各位 有沒有看過這一類的文本 這個是我覺得不能看 唉最好女老師都長這樣 對不對 最好是都長這樣 那如果說你看了以後 覺得哎呀血脈噴張 那麼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視覺有沒有讓你 立刻冷卻下來 可能有嘛 對不對 然後有些東西你就不用 不用太說太多 然後視覺還會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個體的意識形態的教化 像譬如說在台灣 如果說你從小就習慣過聖誕節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這個十大街頭 十大漢堡王剛開張的時候 附近的幼稚園 然後這個在萬聖節的時候 幼稚園老師帶著小朋友呢 去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Trico Treat 然後討堂吃 然後這些小朋友在這過程裡面 在西方的節日的情境裡面 西方的漢堡店裡面 他的意識形態就被一點一滴的形塑 意識形態是什麼 迷因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要不要我們 要不要小看它 當我們說什麼本土文化 或什麼的時候 那它環境圈都這樣子 那你還能叫它如何 所以這些零零總總 就說明了視覺文化的來臨 也就是說在以前呢 口傳紀錄啦 讀寫紀錄都是重要的文化載體 而在當代呢 視覺紀錄是重要的文化載體 所以透過這些不同的文化載體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影像世紀 我們呢 透過影像了解外在世界 那反過來 從這個藝術建廠的角度來說 談視覺文化就是說 透過這些影像 我們也希望了解一下 你的眼睛跟你腦袋之間 產生了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這大概是視覺文化的一個目的 OK 那我不曉得 所以當代談藝術建廠 還要再談一談這個視覺文化 我不曉得各位同學會不會覺得很納悶 到底喔 這個談藝術建廠 談視覺文化 可是到底這個視覺文化什麼東西 我想各位會不會覺得有點小納悶 還是說你其實已經知道 那我這邊有個例子 要去給各位看一看 這個已經是將近十年前 我在香港 然後當時在香港的中環站 搭捷運的時候 然後突然發現 哇 整個每天上數百萬人次 經過的這個香港中環站 就像我們的台北這個車站一樣 突然看到真的是 這個DHL真是太有錢了 DHL是什麼公司 你們知道嗎 然後看到這個DHL 就花了大筆的營量 將整個中環站的牆壁 還有大柱子都包起來 然後再做他們的宣傳 所以他們有Moral Power 然後我們來看看 當你的外在環境 或是當學校 你可以去設想 突然學校把圖書館的牆面 賣給了 或租借給了 某一個 之前不是有九場的廣告嗎 然後後來被受到批評 立刻拆下來了嗎 然後當這些 這些沒有經過你的同意的公共場所的這些影像 逼迫你經過公共場所 你一定得看它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作為官者 我們就有全力去剖析它 所以當時我看了以後 雖然我不是香港人 我就覺得應該要剖析 你看當時的中環站 因為當時你入夜很晚 所以來往的人不多 可是每天其實這邊 會有很多的人來來往往 都是這個Moral Power 數大便是美啊 你看一次相信它 你看一次不相信 看兩次看三次 所以我們就習慣了它 這就是視覺可怕的渲染力量 所以我當時覺得我的視覺 似乎有點被強制我觀看某些東西 我就有點小小的故事 我就覺得應該要 這個當時家裡的兩個小兒 然後覺得我應該要 將他加以這個妥協一下 大概他都是用一致的符號 然後那個一致的符號呢 你會發現這裡面的這個人 他們大概就是卻憑重心 因為他都是視覺的焦點 感覺起來 在很多圖像裡面 他又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各位常在 我在拍這個影像的時候 這個人就在旁邊 這位偶依桑先生 然後我看這個影像之後 我決定要加以 稍微小事結構一下 然後我覺得這個人 看起來就一副好像 這個樣板男 可能不會做這種事情 是不是不知道 然後看到這個Diffel說 我們可以移動世界 或是世界會因我們而動 為什麼 因為它有Moral Power 可是如果仔細再看 他們其實在所有的 這個企業的 這樣的一個代表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女性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Moral Power 不等於女性 而且這裡面 沒有小孩 也沒有老人家 所以當Moral Power 等於他們的時候 就代表 又等於她的時候 就代表 Moral Power一定有 不等於的人 不等於誰 首先是我 沒有任何女性 沒有接電話的小妹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煮飯或者是 等等的打掃的 歐巴桑 而且還不等於 我們這個家裡 這兩個小孩 因為這兩個小孩 能不能將來長成這樣的身高 然後都不戴眼鏡 也還不一定 而且還不等於這個 偶一上 偶一上 禿頭 戴眼鏡 中廣身材 還提著這個 非常沒有power的塑膠袋 對不對 所以影像就是這樣子 我們每天經過 每天經過 但是經過習慣 不然你的意識形態就被形塑了 你的意識形態可能就是 你在茶與不茶之間就被形塑 那我們要不要仔細看清楚呢 如果仔細看清楚 你會知道 你會變成一個 比較不容易被感染的觀症 大概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就剛才擺出了 我們的power的這個形狀 然後後來呢 2012年到了澳門 又看到這個 類似的機制 不同的樣貌 我們看到這個是美妝店 然後看到裡面是 很多的女店員 就看到 這個 曾經 和時 化妝品 由花美男們 花美男們來負責行銷了 那到底這樣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 有點有趣 結果每天看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視覺文化其實 再簡單也不過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視覺經驗 但是這個視覺經驗呢 你要稍微有點感覺 也就是說這個視覺經驗 能夠 這個視覺經驗它其實跟我們的創作 也會有一些關係 也就是說這個視覺經驗每天經過 可是它必須要被你截取 被你看到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 你會關注到這個經驗對你的影響力 那在生活裡面呢 我們說視覺經驗不只是管管 還有創作 好 да